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沈君如 今天呢 要带大家去吃铁板料理 海鲜的铁板料理 铁板料理呢 之所以受到许多的吃货啊 老套们的喜爱 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 当你在看这个铁板料理师傅 为你做料理的时候 这个食材新不新鲜呢 这个食材好不好啊 都是一目了然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师傅在做料理的时候 他一方面呢 可以跟你介绍食材 一方面秀他的厨艺 那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所以呢 很多人喜欢到铁板上 来吃铁板料理 那么再来呢 铁板料理要好 必须要有条件的 第一个就是食材得新鲜 不一定要贵 一定要好 第二个就是铁板师傅的 敬意要非常的精湛 才能够充分地掌握出 铁板料理的精华 那再来呢 就是铁板这个设备呢 一定要好 才能够做出最好的铁板料理出来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就带您到新天堂乐园的 乐山海铁板烧 去找一位菜师傅 为我们做精致的铁板料理 菜师傅好 铁板师傅好 各位乡亲大家好 欢迎来到乐山海铁板烧 菜师傅呢 从事铁板料理呢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功夫了 很多人都是目书 菜师傅的名而来哦 今天呢 菜师傅给我们做什么料理 今天带乡亲大家来介绍 我们的海鲜料理 海鲜料理 花莲在地的海鲜吗 在地的食材 对 太好了 这种定制鱼场的鱼啊 还有海洋生成虾 嗯 好 非常的期待 现在呢 就请菜师傅为我们做 海鲜的铁板料理哦 好 Go Go 哇 你看看这个鱼啊 是我们花莲定制鱼场 很老的酱酥哦 最新鲜的鱼 用铁板最能够煎出鱼的鲜甜滋味了 配上番茄 马铃薯 加上美国干贝 真是完美组合啊 现在在铁板上 这个色泽鲜艳的虾 可也是大有来头的哦 它是我们花莲的特产 海洋生存水所饲养的虾 用海洋生存水 优质的无污染的天然海水饲养 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没有长泥 所以有一种特别的纯净甘甜了 铁板温度高要稳定 就连简单的高丽菜 都能够炒得特别脆了 哇 没想到铁板连甜点都能够做 现在蔡师傅正在给我们做 越键商甜点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非常的感谢蔡师傅 今天为我们示范做了这个铁板料理哦 这是海洋生存水所饲养的海洋生存虾的海鲜料理 包括了我们定制渔网的这个现捞海鲜 对不对 那蔡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整套大概有哪些内容 好的 这是我们菜单里面的海洋生存虾的套餐 那这个坚缩鱼就季节不同的话 我们会换其他的 这是定制渔场的 那我们的主餐就是那个海洋生存虾 然后还有搭配传交中卷跟美国干贝 那后面还有一道甜点 这是都在铁板上料理 对 铁板也可以做甜点 真的是碳为观止 铁板真的是无所不能哦 那其他的那个东西 像我们有附白饭 还有两种谈品 还有饮料 自助吧都提供客人自行取用 哇 所以非常的丰富对不对 对 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踊跃到新天堂乐园的 乐山海铁板上 来找我们的蔡师傅 做料理给你吃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